不 从恋女犯论转型正义 台籍日本兵与战俘监视员帮日本屠杀平民小孩强奸妇女致死无悔 是高贵情操 2021年2月18日11点15分 浏览1079 回想2 推荐13 引用0 台湾服饰至日至晚期的台籍日本兵穿什么从陈千五活着回来谈志愿兵服装 文莫竟然引申成赞许台籍日本兵致死无悔效忠日本是人类高贵情操 日本兵屠杀亚洲很高贵 动得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转型正义的意义 台湾显然完全无知 真是可悲 首先先看陈千五活着回来这本书 此书我曾经拜读过 原名为猎女犯 猎女犯顾名思义就是一本认罪书 因为其中主角台湾志愿兵林一平在南洋掳掠平民妇女作为日本军人谢玉性奴隶 也就是为安妇 这种犯罪行为就是最残暴的战争犯罪之一 陈千五猎女犯引自南投县文学资料馆作品赏息 后来猎女犯这个书名显然太过刺眼 出版社才建议改名为活着回来 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本书的认罪或赎罪原意 因此台湾服饰至日至晚期的台籍日本兵穿什么 文莫引用据说是周婉瑶所表示 最后 人类社会的某些集体情操 是不是也有他抽离现实时空的抽象价值呢 台籍日本兵为他们应出生 应教育而认同的国家尽忠尽力 至死无悔 我们在他们身上不也能看出一些人类社群的高贵情操吗 的言论就极为荒谬与违背事实 我们就以陈千五的说法来讨论 根据谢惠芳2001年进一大学硕士论文论陈千五小说《活着回来》 一部台湾特别志愿兵记录猎女犯的综合考察的访谈 204页以下 陈千五指出当时所谓的志愿兵根本是被迫的 据说是周婉瑶所表示台籍日本兵为他们应出生 应教育而认同的国家 尽忠尽力 至死无悔显然虚假 而且陈千五他猎女犯一书也质疑战争的荒谬 哪来的尽忠尽力 至死无悔 陈千五说 我去志愿的情形原因 是有一天 里长临场 以前称为保证假常 来到家 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下午在某某地方集合要开会 接到通知不去也不行 尤其在那种军国主义下规定是严格的 于是就去了 到会场排队排了很长 等了很久轮到我站在桌子前 看到兵一科保证 警察等都在场 主办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住在那一里 有没有志愿 我没有志愿 没志愿呀 那这一张是你的志愿书 你盖个指印 谢 那算是强迫的 陈 他也没有强迫你 你也可以不必盖章 但是你敢说不要吗 所以说在那个场面 每一个青年都去盖印 不是真正自愿的 他们是先把自愿书都写好了 只要你盖一下指印就是自愿了 其次 这篇文章所认为的高贵情操 陈千五对活着回来也就是烈女犯 他本人也认知到这是一种战争最烈女犯的未安妇是在现地强迫带来的 前阶论文217页 后来陈千五对出版社不愿用烈女犯这个名称有所说明 我的解读则是认为因为烈女犯已经政治不正确 我们看陈千五怎么说 陈 活着回来这本书名是要在版的出版社更改的名称 谢 不是您自己取的 陈 不是 是出版社在版要换封面 不愿采取以前那个烈女犯的名称 因为不同出版社改称为活着回来 其实活着回来这个名称与里面的性格一失 那种没有死去的根本意义是一样的 当然出版社也征求过我的同意 为了配合出版的作业与方便 更改书名并无不可 下略 最后来谈谈据说是周婉瑶与台湾服饰至日至晚期的台籍日本兵穿什么认同的所台籍日本兵为他们应出生 应教育而认同的国家尽忠尽力 致死无悔 人类社群的高贵情操 李登辉的哥哥李登青是台湾数一数二著名的志愿兵 他死日是1945年2月15日 李登青的葬身之处就在马尼拉 当时日本在马尼拉进行了疯狂大屠杀 有十几万菲律宾小孩 妇女 学生被日本军人进行无差别大屠杀 2017年 自由时报为了掩饰这件事 造假说李登青死于1944年所以不可能参与马尼拉大屠杀 但禁国神社记载李登青死于1945年 李登辉其实在2015年曾投书日本杂志 boys9月号特集指出他的哥哥李登青志愿当海军 当时兄弟两是日本人 为祖国而战 他们兄弟是为了护国不惜舍命 后来他哥哥身为海军陆战队议员战死菲律宾马尼拉 现在被奉刺在禁国神社 这是历史事实 不容任何人扭曲 这也就有一种可能 为了强调台籍日本兵为他们应出生 应教育而认同的国家尽忠尽力 致死无悔 人类社群的高贵情操自由时报要违反李登辉的意志篡改李登青的死日出版社也要把猎女犯变成活着回来 我曾经提过 我看过一本刮倒战俘的口述历史 台籍监视远比日本人更残暴 我与台湾战俘营纪念协会 台湾Pow Camp Memorial Society TPCMS创办人及会长 研究台湾境内二战盟军战俘营历史研究成果永不遗忘 艺书作者和迈克 迈克 Hurst 讨论过来自殖民地的人为了表示效忠 反而更疯狂 人家正版的日本皇民都不想当兵了 台湾山寨皇民狂热地去为日本杀敌杀战俘 杀小孩 杀女人 杀非战斗人员 台湾的金瓜石战俘营死亡比例为二战战俘营最高 恶名昭彰的福尔摩杀守卫屠杀了非常多人 如果根据德国传过来的转型正义 当年东的解体后 看守围墙的守卫被审判 守卫便称必须服从上级 法官The other side 认为不是一切合法的就是正确的在20世纪末 代表权力机构去杀害民众时 没有人有权利忽视自己的良心 并形成所谓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义务 我也提过2015年 一名94岁的德国前纳粹士兵奥斯卡格罗宁 Oskar Groening 在德国一个法庭受审 因为他1942年至1944年秋天在奥斯维辛比克脑集中营服役 被认为涉嫌参与30万宗谋杀罪名 格罗宁承认了自己曾经参与大屠杀事件 但强调自己在集中营内的职责是从囚犯身上搜刮钱财 而非在毒气室内杀害犹太人和其他人士 这样的94岁老人必须被审判 怎么号称转型正义的台湾遗忘了猎女犯 还说成人类社群的高贵情操 94岁的德国前纳粹士兵奥斯卡格罗宁 德国的原版转型正义确实是人类社群的高贵情操 但台湾遗忘于扭曲历史的行为真的是一个悲剧了 2015年11月15日 我到了台北金山台湾战俘营纪念公园 参与了二战70年纪念仪式 英文字幕统是联合杨的邀请 字幕统是上转参与的连行与声 310的邀请 国识 这条达有信实人类或讨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